介紹從前 鄒族男子會所 KUBA的所在地 而在旁的大樹 正是被鄒族人 視為神樹的 UNO雀龍樹 從前九美部落裡的 雀龍神樹十分高大 但歷經颱風及自然因素影響 屢屢受創倒塌 但卻從未枯死 也讓族人認為 勢必要堅守文化的傳承 經過好幾次傾倒之後 好像已經長角了 這個樹已經長角 所以它現在都不會倒 所以可能 它冥冥之中 也可能要帶給我們一些提示 因為我們沒有在 做這些儀式 所以它可能 要呼喚我們族人 要重新把它建立起來 九美是南投縣內 少數有鄒族人居住的部落 但生活周遭都是布農族人 在歷經土地流失及族群混居通婚等因素 使得部落鄒族傳統建築和文化漸漸消失 不過近幾年從學校的民族教育 和部落鄒族文化展覽等 期盼提升族群認同和傳承意識 我們很多的東西都已經流失掉了 包括我們的語言 包括我們祭典的一些 所有的儀式的一些 比如說禁忌啦 比如說儀式的進行 我們歌舞全部都流失掉 所以我們的族人 更應該要團結 我們既然還有這些東西存在 我們就必須要極力的 把這個東西給它恢復起來 為了讓傳承工作有更大的助力 除了在學校興建傳統科府 目前也積極跟公所討論 興建庫巴的可能性 也透過阿里山等地區的周族人 一同協助九美部落在文化上的流失 並予以指導 藉由族人的努力 期待不久的將來 九美Luftu大社能再次附贈起來 原事新聞 Hundif南投信義采訪報導 好